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鸡腿给大家分享一款美食 特别的有特色 不水煮不油炸不加一滴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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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这里黑胡椒其实可以多加一点 既能去腥增香 又能增加风味 我们就这样把鸡腿肉抓揉一分钟 使鸡腿肉充分的入味 现在先放到一旁腌制备用 这个时间来准备一个洋葱 对半切开再切成小块 洋葱不仅营养丰富口感好 而且还有一定去腥的效果 用它来搭配鸡腿肉口感是很不错的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把锅烧热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我们倒入洋葱进行翻炒 把洋葱炒香 炒到洋葱表面微微其皱 洋葱的香味已经融入到里面了 现在我们把洋葱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继续中火 我们把鸡肉放进去 这里一定要注意 最开始鸡皮一定要朝下 煎至两分钟左右 煎至鸡皮变成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翻面了 把鸡腿翻过来 肉朝下小火慢煎 把鸡肉煎至焦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加入一勺白糖 少许胡椒粉增香 再加一点老抽上色 最后倒入一罐洗酒 以酒天然的麦芽香味和肉充分的融合 使肉汁更加滑嫩鲜美 可以去腥山解油腻 这样一来口感就更棒了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把汤汁收至浓稠之后 我们再把刚才炒好的洋葱也加进来 再翻炒一分钟左右 把汤汁收一下 直到鸡腿肉香味浓郁 鸡肉上色就可以出锅了 至于剩下的汤汁 我们可以倒入碗碟中 用来做蘸料 味道也是超级的棒 鸡腿不烫手之后 我们把鸡腿肉给它切一下 切成薄片 厚度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哇实在是太香了 看着焦香里嫩的 一边切一边忍不住吞口水了 切好直接摆入盘中就可以了 一道美味的黑椒鸡腿 这样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全 不油炸 不红烧的鸡腿 做法是煎出来的 带着鸡皮 一起入锅煎 煎出油脂 煎至金黄 不仅看着有食欲 吃着会更香 出锅就鲜美四溢 这是一道鸡腿最入味的做法 也是最简单的做法 油炸的鸡腿虽然好吃 但是不利于健康 红烧的鸡腿好吃 但是需要花费太多时间 今天分享的这个鸡腿做法 是好吃又健康 比红烧还香 做法也不复杂 鸡腿原来味道就是很好的 再稍微加工一下 在原来的味道基础上 还增加了一点风味 最好吃的就是它的酱汁 做这道鸡腿 不需要加一滴水 味道鲜美极辣 所以喜欢的朋友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